很精彩的賽事,中國對美國 在未打這場球之前,雙方都已經打了五場了 而成績都是五戰五勝 所以這場賽事對雙方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自然就是要駁到盡了 說到雙方,過往的賽職來講 在三大排球賽事裡面 即是世界杯、世界賽和奧運方面 雙方都從來取冠軍的 去年3月那時候 中國女排曾經去過美國比賽六場 結果就是五勝一負 而去年五月,美國隊也曾經去過南京 參加國際邀請賽 跟中國隊碰過頭 碰頭的時候也輸了三比一 中國隊的打法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至於美國隊排球這種運動 雖然是他們發明的 但一直都是表現平平 初時想用身材和體力來戰勝對手 但對著變化多端 攻守都強的隊伍 時時都沒辦法討好 所以他們為了加強在變化和快攻方面的訓練 特別請了日本的名教練 吉田敏銘兩夫婦去美國 訓練他們的排球隊 吉田敏銘夫婦去了美國之後 令到美國隊的技術進步很多 變化亦都比較以前大 所以今次在世界杯道的表現 令人刮目相看 美國隊裡面還擁有號稱世界第一號扣球手 身高一米九五 即是整六呎四吋有多的海曼 他是穿七號球衣的 大家稍後留意一下他扣殺就知道了 雙方的陣容中國隊 十一號張榮芳 一號曹慧英 十號陳亞瓶 三號朗平 六號是隊長孫晉芳 和四號周曉蘭 美國隊的陣容 十號是格連 七號海曼 五號發美拉 二號是隊長活史德 三號是格特 和一號韋素夫 現在是第一局的賽事 現在開竿的就是海曼 身高一米九五 穿藍色衣的中國隊 今天是以一號的曹慧英 上場入行七號的陳昭提 他的教練說 利用曹慧英的經驗和難忘好 去克制美國的攻勢 十號的就是陳馬勤發球 中國隊在領前一比零 太好了 這個網前扣殺被中國隊起到 朗平 很可惜自己把球拿得太重了 是殺了在網上 日本隊的快球 五號就是發美拉 今年二十四歲 他曾經參加過七、八年世界錦標賽 網前扣殺又被美國隊起到的 太好了 這個三號的朗平 是完全打到對方的難忘手 手那裡是打到他的手出界 朗平拿回發球拳 來,傳傳得一般 雖然傳得不好 但是升得好 讓他一打 中國隊長的球 是打到自己的後場區 二號隊長 活史德 今年二十四歲 他是加州人 來的 仍然有機會 美國隊長 快攻 打球的就是一號 偉素夫 偉素夫 偉素夫是最近入選國家隊的 很年輕 今年二十一歲 大家可以在這幾球球裡面 看到穿白色衣服的美國隊 是比我們在南京邀請賽的時候 打法是進步很多的 他除了用強有力的進攻之外 是用網前快攻的 這個球是美國隊的 劍網 現在看到做手勢的 十一號就是小凌晶張榮芳 隊長 孫俊芳 靠叉進攻 很漂亮 因為美國隊 有了吉田敏明 來做訓練員 吉田敏明 他是將日本的快攻球 和交叉進攻 這些戰術 傳授給美國隊 故此 今天美國隊的表現 是變化多很多的 這個好了 難忘成功 所以袁偉敏落人 都沒什麼落錯 落一號的曹偉已經難忘 是阻截了對方的攻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穿白色衣服的美國隊 其中有兩個 扣球很驚人的 就是三號的格特 和七號的凱曼 後方 張榮芳 這個球被對方封了 現在仍然是一比一 不是 記錄不是多 不是一人一分 但是這個拉鋸戰 已經是幾個發球的了 一號的韋素夫 一號的韋素夫 快攻球時間配合得不好 很可惜 美國隊的防守是更加頑皮的 陳亞勤舉了兩個手指 張榮芳的發球 因為那些球太近了 沒有辦法 是升得起 朗平的扣殺 好東西 二比一 中國隊是再次超前了 穿藍色衣服的中國隊 在上兩天 剛剛打完十日平衡的古巴隊 經過一天休息之後 就會來對美國隊 現在看到這個七號就是凱曼 美國隊這個十號的格連 是星球手 一開球出了界 曹惠英 曹惠英在上一屆七七年的世界杯裡面 他是拿過三項獎金的 其中是包括最佳選手獎 最佳難忘獎 最佳精神獎 三個 雖然上一次的世界杯 中國隊是排隊五名的 七號就是凱曼 在這麼多個國家參加的女運動員之中 身材最高的一位 學起 格特的扣殺 格特的人不是很高 但是彈跳力驚人 他彈跳力的離地是有四十吋的 這些球完全在中國隊的手頂裡面打到 中國隊的快球二比一 中國隊的快球二比一 第一傳傳得好 修正球 朗平給對方起到 幸好保衛比得好 兩次的扣殺 對方有備而戰 勢勢力 朗平是過了網 美國隊的快球 現在看到這個二號 就是活史德 五號 法美拉 不是法美拉 亦是去南京參加邀請賽的 周曉蘭 美國隊似乎亂一點 有多高 他根本慢慢放 朗平一跳起的時候 他的手已經是… 你看看 看中國隊來多少 故此中國隊雖然封網 但是封不了他 這個格特的身高雖然只有173公分 但是他的彈跳力的確是驚人 看剛才的殺球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六號的孫晉芳 往前扣殺也很具威脅 拿回發球拳 朗平發球 現在是2比2 交叉進攻 中國隊封到 修正球 老大姐 很可惜 張榮芳的扣殺 是被2號的 胡史德封了網 然後拿回發球拳 5、2號的胡史德 是隊中的第二名的全能球員 後托 周曉蘭 張榮芳 凱曼 雖然封到網 第二名給他 他把球打過來了 美國隊是第一次超前 3比2 扣得起 格特 輕輕一放 好厲害 還有機會 哎呀 一步 格特不止彈跳力好 扣殺力也很大 而且很有頭腦 他一見對方兩個人瘋狂 立刻一個虛攻球 又拿了一分 現在是4比2 第一傳傳得不錯 後托 張榮芳 李尚看來 厲害 美國隊的埋網球 似乎是太急躁了 已經有兩個球 這樣是喪失了 孫進方 快攻 好可惜這個球 出界了 中國隊快球 出最頭很漂亮 時間配合得不好 硬放他 機會在中國隊 張榮芳 斜線對方起到 好 好 格特很厲害 這個球 格特可以看到 他全身的力量 咬腰、接腹 還有手腕的力量 全部的力量都用了 格特的花名叫彈工人 我們在上一次的南京 中間請坐 我們都看到他的表演 於是這個球封回到中國隊 美國隊發球 又輪到這個 長人 凱曼 在這個前排 在前排比較難打 無論是封網 或是扣殺 他都很具威脅 這球 又給他了 高場球 強而有力的扣殺 這個球 小凌晶、張榮芳 是把球打在對方的手腕裡過的 中國隊為著 應付歐美球隊 高場而有力的扣殺 特別是在這個比賽之前 在南京集訓了四天三天 而封 江蘇、男子隊 是作一個高點的打法 的模擬戰 來加強一對防守的配合 你看今天的藍網 亦是不錯 機會 看輕一放 美國隊 雖然爛打成是滑 但救球的基本技術 仍然是差一點的 中國隊的發球 張榮芳 機會仍然在美國隊 扣起 這次扣殺 陳阿琴看得很清楚 把球打過來的時候 用手腕一按 把球扣回對方的長矩 現在是4比5 中國者落後1分1 打 起 海馬長型扣殺 拿起了 發球團 海馬 cause 一場被球平加討為全世界 第一組交球手 朗平也是第二組 收正球抬起 根本很高 他都不用打輕用手腕 一放差不多在三米裡面就落地了 現在是6比4 朗平 朗平打高拳球 拿回發球拳 朗平的扣殺率平均是45% 這個時間差打得很漂亮 一搏起一個2.5 由5號的法美拉打到 拿回發球拳 7號 海曼 往往在這些千鈞萬馬之中 孫進方就發揮威力 一見對方只得一個人難忘 他就是左手的扣殺 因為左手的人的扣殺是比較難、封網一點的 現在場地濕滑了 要抹乾了 然後才繼續比賽 陳馬勤的扣球 現在是4比6 中國隊落後2分 海曼的扣殺 封到 收正球 朗平 朗平 雖然有人保位 但球反彈得來太快了 起不了 這個球封得太快了 這根本不是在手掌封得到 而是在手臂封得到 5號是法美拉 今年24歲 身高1公尺84的身高 兩公尺一扣殺 好厲害 起得好厲害 當我們還可以… 後排扣殺 不僅止肥妹仔可以打後排扣殺 這個海曼也可以 後排衝上來的 原來球證就說海曼在攻擊線前 跳起 故知這個球是中國球 打排球就把球員分為前排和後排 後排的球員不能夠在這裡 大家要看到這條攻擊線了 三公尺的攻擊線前面起跳 例如把球殺到對方長距 如果不是殺球 或者不是封球的話 如果怎樣拆球是沒有問題的 但前排球員可以去後排扣殺 但這次第一次是沒有任意做的 這個球一扣殺是出界的 現在是7比4 我們穿白色衣服的美國隊 是領前三分 這個你很漂亮 這個快球化得很漂亮 機會呢 好厲害 十五金得連 我們看到辣椒仔會這樣 隔年也會 8比4之後 中國隊是立刻喊停了 因為這隊球 自己的隊是以四分落後 中國對美國的賽事 打到現在就是8比4的情況之下 袁偉文就喊停了 袁偉文一見到落後了四分那麼多 當然要喊停了 至於美國隊那方面 今天的打法 他的教練是屎凌駕 亦都可以說是挺有頭腦的 他就將兩個重點 就是格特和海曼的兩個重點 一個就放在前排 一個就放在後排 當格特去到前排的時候 海曼就會在後排 當海曼去到前排的時候 他的格特就一定在後排 變成前面的攻擊線 一定有一個主力的攻擊手在這裡 加油 現在又開球了 美國隊雖然是封到網 但這個球是封網出界的 中國隊的發球 左手將 孫順芳 孫順芳 很可惜這個球一發球出界 孫順芳 本來開球也是很好 但不知為何那個球就開了出界 3號格特 徐衛英的扣殺 一個網前快壓 就是拿到發球拳 這個球平球很漂亮 對方只得一個人封網 沒辦法 第一傳傳得不好 升球手要走上來 但沒有人 升得起那個球就可以了 那個球只要高了 海曼就有辦法了 他看著 亂撥一通之下 美國的防守比較頑皮 這個球是撥過去 美國長江落地 現在是5比8 雙方的教練對第一局都很重視 這些是士氣的問題 現在美國喊停了 為什麼呢 如果第一局是贏了的話 球員的心理就定很多 以後的比賽就會增加信心 如果輸了第一局的話 我們中國人說話 扯頭籃都被人拔掉的話 這樣信心就會失了 這個史凌家是教練 但是他們的訓練員 美國的訓練員就是吉田榮敏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就是海曼 海曼他說如果不練球的時候 他最喜歡就是睡覺 這個球很漂亮 一升起一個2.5 由1號的韋素夫扣殺 拿回法球拳 韋素夫也挺高的 一攻擊85 比朗平 朗平一攻擊84 好 1號的曹衛英 在網頂輕輕一撥的話 中國拿回法球拳 謝謝 張榮芳 這個曲著球很漂亮 是 快攻很厲害 7號的海曼 不僅打長球 而快攻他也有一手 因為人高是比較好處 中國隊林克 又給快攻 這些埋網球 美國隊似乎太急躁了 打埋網球一定不能夠快 等球落了網 球員要蹲下 然後把球打高 因為第二下 還有一下 給自己的隊員 有機會把球撥去 海曼的扣殺 封到 快攻 朗平 斜線給對方看到 機會在中國隊 朗平的長扣 這個球一過來的時候 雖然有人不保位 但是太前 太前 封到那個球 去到後場 現在是7比8 中國隊只是落後1分1 勢勢力一放起 這個球就說 海曼的手是過網擊球 雙方是8比8 這局球裡的第三次平手 曹維英發球 沒有 不 劉慧張 沒有距離 距離沒有距離 海曼要打 打 一打打 打就碰到網 美國的教練 史凌嘉立刻叫暫停 現在大家見到一位穿黑衣的女士 走出去給一些毛巾給隊員 這個就是吉田敏明的太太 也是訓練員之一 吉田敏明就是美國隊的日籍訓練員 而他的太太吉田昌子 也是日本國家代表隊的隊員 現在已經退休了 中國隊的法球一號就是曹維英 曹維英是隊中的老大姐 今年27歲 上一次世界盃中隊的隊長 靠叉進攻 中國隊起到,輕輕地放 這個球飛升得很漂亮 凱曼的輕力扣殺 中國隊起到,朗平先撐 這個球是戴外球 大眼救回,還沒死,還有機會 這個機會落在中國隊 朗平 朗平的扣殺 這個球還沒到後場 原來封網的美國隊隊員 是捉網在先,看看 下來的時候,整個手肘碰到網上 現在是十比八五 中國已經是領前兩分 這個球很棒 美國隊的2.5是打得很漂亮的 想說開球的時候 突然間艾婷說,美國隊的9號 是和達斯,今年22歲 身高一公尺84 他亦有參加南京邀請賽 海曼的發球 然後,勢實力一放 補位補得很漂亮 格達的扣殺 這個球是朗平扣殺的力量很重 雖然美國隊是墊得起那個球 但是高飛了去其他地方 裁判台上響了警號 原來中國隊是換人 9號的朱寧入替 9號的朱寧,今年24歲 身高一公尺77 四川省的運動員 1980年3月開始加入國家隊 遠網的扣殺 中國隊起島 朗平 勢實力一放,封到網 長球 又封到 這幾下中國隊的網前 那些球員頻頻跳動 因為對方的扣殺很厲害 後排攻擊,不過是沒甚麼力氣 太厲害了,太埋網了 10號的隔年 強行把球升起的人 是碰到網 現在是11比8 中國隊是領前3分 陳阿勁的發球 這個球是未過網 而中國有球員是過網擊球 換人 3分 孫晉芳是入回來了 而朱寧是出場的 5號發美拉 現在美國是以8比11落後3分 靠差進攻 機會落在中國隊 好厲害 這個後撲漂亮 美國隊只得一個人封網 沒辦法 完全被孫晉芳騙騙了 你看全都騙了 全部這三個封網員 兩個去左邊 好,換人 7號 陳昭緹 入緹3號的朗平 陳昭緹也是中國隊的正選 因為今天曹衛英打到她的位 今年26歲 是解放軍 這個球開得很漂亮 畢竟美國隊的隊員 身高一籌 把球輕輕一放的話 就放得到 好,美國隊換人 6號 這個6號 就叫做貝加 是領隊路芙貝加的女兒 上一次在南京邀請賽 跟周曉嵐結為金蘭姊妹 9號的發球出了界 中國隊的發球 這個好漂亮 這個曲序球好漂亮 又換人 先看哪邊 2號就入場了 9號就出了 2號就是活使得 現在中國隊 以12比8領持4分 好漂亮 靠差進攻封到 接著是給她 格特 再一個靠差 好漂亮 4號的周曉嵐 看到了 一個斜線 把球按下去 周曉嵐先封到 先把球按下去 現在12比8 還有這分13 快攻球 可惜這個球出了界 現在14比8 只要穿藍色衣服的中角隊 贏了這分 就可以贏得這一局比賽 好可惜 孫進芳在這局 已經是兩次發球失誤了 以她的表現來說 不應該是這樣 彈工人 大家發球 後托很漂亮 後托楊熙 大家看楊熙的姿勢 都知道了 楊熙如果是衝去扣球 不是兩隻腳一起跳 是單腳起跳的 楊熙 這個是周曉嵐 這個球扣殺 是被瘦的陳馬琴封到 最後 最後 中國隊是以15比8 是贏了第一局的比賽 中國對美國的世界杯排球錦標賽 在第一局的賽事裡 中國是以15比8贏了 全局打了25分鐘 然後第二局 雙方打得難解難分 時時在某一分 爭奪發球拳 5、6次 結果第二局 美國是以15比13贏 第二局打了28分鐘 到第三局 亦好像第二局一樣 為了發球拳 雙方爭持得很厲害 例如在3比3的比數 雙方爭奪發球拳 15次 結果中國隊 以15比11 是贏了第三局 現在就是 第三局的賽事 打了30分鐘 現在就是第四局的賽事 中國隊拿了一塊球拳 這個殺球很漂亮 10號就是格連 後堂 美國隊封到 雖然去到盡 但不能夠把球打回來了 美國隊的發球 沒有可惜這個球出了界 10號的格連已經是發球 連同第一局裡 他已經是三次出界了 什麼事 左邊看左邊看右 好了 裁判已經是吹了雞了 比賽繼續 第一傳傳得不明 硬托起 擋平 斜線的扣手很漂亮 雙方是1比1 這個球托得很漂亮 雖然有兩個人風網 但他有大斜線 大家可以看到四字 有個中字 有一個一 另外下面有一個P字 這個畫 為什麼呢 那個四字 表示是第四局的比賽 中就是中國 一個P就是日本 是美國的意思 一一 就是一比一 字旁邊有一點兩點 就是中字兩點 就是中國贏了兩局 P字一點 就是贏了一局 美國贏了一局 現在是二比一 那一局就在美國那裡 故知發球權 仍然在美國 剛剛殺球的 就是美國三號格特 格特在這次比賽中 就是獲得最佳的六名優秀球員獎 其中一位 他這個打得非常好 而這個七號的海曼 亦都是獲得最佳的六名球員獎 很漂亮 剛才這個球是出界的 中國隊未贏 只是贏了下面的中字一劃回來 有一劃 然後才可以發球 才可以得分 朗平三號 既然風倒旺 那個劃又在中字下面 那當然是二比二 這是美國球員 這個球在後場推落地 中國隊在賽前 利用男仔隊跟他練習 那個風往進步很多 美國隊二號 活此得的扣殺 拿回法球拳 五號是法美拉 第一拳前衛人 對方更頑皮 五張個球 一拳風往進步 一拔就出界 後拖 還沒死 這些球中國隊是有把握的 美國隊已經是死了很久了 一埋網球 中國隊是有把握的 扣殺 修正球, 小凌晶, 勢勢力一放 時間配合得好, 沒辦法打碰 只能撥過去而已 厲害, 這個難忘得好 大家可以看到白色衣服的美國隊 雖然打法有快攻, 有2.5 有交叉進攻, 有長球 但很多時候的陣型配合仍然不太好 原來球證還沒吹雞 已經打球, 場地濕了 可以看到美國訓練的陣法 到現在還不太純熟 很多時候有個球是差來打 有時候的球是沒有人去打的 好, 繼續發球, 現在是2比2 正確的球發球是不算的 應該教育得到的, 對 機會在中國隊, 長球輕輕一放 白白, 厲害, 很有腦 這個人, 他一見兩個人上來封網 而後面的球員是躲得太后去接他長球 他就輕輕把球放 放過了中國難忘的手頂而落地 所以很多時候打球不用大力 他就是用腦筋 大力打到地上, 又一分, 細細一放, 又一分 好, 這個球打得漂亮, 難得好球 這次中國也有防備 防備, 猜拋過去 這個球, 你這個球真的打這個球 沒甚麼把握的, 埋網球 封到 沒有了, 這次沒有了 雖然三個球員穿滾地褲露 但仍然是救不起球的 這場是塞了 這個就是史寧家 說起今天的折地, 亦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場比賽折地次數是非常之多的 美國隊一共要求21次折地 而中國也要求8次 美國隊的發球 一個長球很漂亮, 這個球打得很漂亮 這個球打得很漂亮 他直接時間的配合都好 一上到最高點, 馬上把球 這次是用手腕拋著 四號是周曉蘭 這個格特就鋒鑽出甲了 格特就搶發球球 這個球配合得好,他以為是長球 誰知這個球是比短球,比10號的陳阿琴打陳阿琴為二 現在是5比2了 這兩球球都不是打得好配合,中國的戰術也配合得不好 張榮芳硬打,打得對方的手,對方是足球出界的 中國隊取回一塊球拳 11號張榮芳,今年24歲 他也是上一屆世界盃有份來打 高榨進攻2.5,很漂亮 後托打過2.5,因為1號的韋蘇夫很高 身高是一高尺85,比朗平高 僅僅是次於很慢 這個球是出界的,朗平革打得好,中國隊是艾琴 是,阿武,有一點點想問問你 我們見中國隊很多時候,他的褲側邊有一點布突出來 你可以解釋一下那些是甚麼 是,這些是一個圈,即是一個護箭 有些球員,他怕落地的時候,臀部受傷 故此,在臀部旁邊,就佔一塊護箭在那裡 使得是有些軟屬一點,落地救球的時候 不用使得自己臀部受傷 不僅止是中國的球員,有些外國的球員也有 那大家又回到這個場地 這裏就是大阪的體育館來的 這個體育館可以容納五千觀眾 這場比賽舉行的時候,都是座無虛席的 同時,日本隊當時也是在場參戰 中國隊的發球,現在是2比6,已經落後4分了 這個球很漂亮,這個直線打得漂亮 是,咬腰,他人是斜層,你看人是斜層 但是用手腕把球扭到直線上 中國隊沒得難忘 朗平一個斜線,起到 海曼,這個球漂亮不漂亮 在界邊落地,這個球直接在三米 女生打球很少,在三米,男生打得不出奇 第一傳傳得很厲害 現在這樣看,哎呀,中國隊的陣腳似乎是凌亂一些 第一傳傳得很厲害 海曼,這次是被中國隊看到了,封到網 現在是2比7,孫晉芳說,我們這樣封網就對了 對,我們這樣封網就對了 這個7號的海曼更怪,我們訪問他的時候 就說,喂,你何時退休 他說,我80歲才退休 他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們說玩笑 他又說,袁美敏,中國隊的教練 中國隊的發球現在是3比7落後,4分 起到,朗平 美國隊的首波也不是很壞 比以前,上一次我們看他南京烤請賽時 哇,賺了很多 朗平 孫晉芳很厲害 他給了兩個長球給朗平 沒辦法得到手 立即給了一個短球 故此是拿回一分 美國隊就叫停 打到現在呢,中國已經是追成4比7的了 雖然剛才一直落後 幸好大家打下去的時候就很落力了 變成追成4比7 美國教練史凌家健 細色不太對,所以馬上喊停 朗平 朗平今天的扣殺也相當有威力 同時呢,似乎也都重點擺在朗平那裡 很多時候把球托高也是被朗平殺的 這個快攻球呢,是被中國體力看了 馬上把球封了 因為周曉蘭也不是矮的 他有一公尺82 是中國隊裡面第二高 第一高是朗平,一公尺是84 10號的陳馬琪 他的動作是有男子的作風 他呢,在這個比賽之前 他的手腕曾經受傷 他現在是扎傷上陣的 現在是7比5 美國隊拿回法球拳 打球就沒法,沒拉 海曼法球拳7號 網前扣殺很漂亮 周曉蘭呢,除了鬆網好之外 他的網前扣殺 他的腕也落得很漂亮 周曉蘭呢,今年24歲 換了個5號楊熙出來 這個呢,就是日本人叫做 中國的山口八位 不知道大家看來 覺得他像不像山口八位 是呀,他一下來就馬上給他一個開球 開球過去沒辦法 是給格達這個球 哎呀,散到11號的張榮芳 格達的球拿得很直 這就是周曉蘭的扣殺 周曉蘭的扣殺不是雙腳跳 是單腳跳起 單腳跳起,一隻腳是做主動力 一隻腳是硬起的 我很遠看到他的姿勢與別不同 通常我們跳起扣殺是兩隻腳 一齊著地是齊跳,而是單腳跳的 按照專家說,單腳跳來說 他不可以配合 應該配合來說是兩隻腳才配合 單腳跳是因為步法不配合 然後用單腳放進去打 或者他習慣都不頂了 中國隊的快球現在是6比7 中國隊已經是落後1分而已 追得很緊 往前快攻很厲害 這個球配合得很好 1號的韋蘇夫是美國隊的快攻手 除了難看之外 他的責任仍然是在往前快攻 看,全全都很漂亮 這個球漂亮 如果他打直線,對方會封封望 你看他一來到… 咬身,用斜位 用手腕扭的球是斜線的 現在你仍然是6比7 中國隊的快球 又是美國隊的快攻 側線的,多數是對方是活不到的 厲害,這個球藍網成功 10號的陳馬勤 雙方是7比7打成平手 咦,那這樣叫網動一下動一下 不知道沒人見網 好漂亮 這個往前快,達特拿回發球拳 大家全全都好 機會起,美國隊 海曼,好漂亮 雖然4號位有人佈在那裡 但球太大力了,起不到 有了 已經有兩個人難忘了 8比7 哎呀,這個球瘋瘋瘋到 9比7 美國隊是領前兩分 中國隊以兩分落後 袁偉敏 又叫停 列打到現在 就是7比9 中國隊艾亭 這個就是楊希 楊希就是在日本 最多球迷的一位 中國隊的隊員 楊希因為她的樣子 比較像山口百惠娜 大家看看 我想如果她在美國 開一個個人演唱會 可能都會收得 在日本有這麼多擁擠 好了,在得到這一次 最佳教練的袁偉敏 講完一輪之後 就差不多 大家又要回到球場那裡 就開始比賽了 跟著呢 就仍然都是美國隊的發球 因為剛才發開球 就是3號的格特 哦,在格特一開球 有機會了 3號的朗平 是入場了 就替楊希出場 張榮芳發球 這個球是被中國的封網 是封到的 現在是8比9 中國是6號1分1 因為場地有濕的關係 要拖還是長 張榮芳繼續發球 哎呀,差點失位 幸好強勁撥起 收正球 打得很漂亮 地方也是收正球 海曼打得比較有把 因為身高手長 7號,海曼 這個球殺很漂亮 拿回發球拳 海曼呢 他在15歲的時候 已經有六尺二寸高 他就開始 15歲就開始打排球 已經打了12年排球 今年27歲 三尺二寸高 三尺三 這個球很漂亮 現在推空了 只有一個人難忘 是打到對方的難忘手 很出彈 你看,全全都硬撥起 雖然全都硬撥起 但這個海曼是打得好 專家的統計 海曼的扣球率是60% 扣十球球裡面 有六球得分 朗平是持球 不讓對方封到的球 在自己身上 沒有那麼快 反應不切 最後把球撥下 是持球 美國以10比8的領存留分 這個快攻球很漂亮 雖然對方是打到的球 但是球不能夠 打方是中國島的長驅 俗語叫做撐龍船 10號,陳阿琪 中國隊現在以8比10落後兩分 兩圈都扣了 他扣了一個直線 如果他扣斜線 就被海曼封到他 扣了一個直線 隔連比較矮 只有一公尺62 正確在他那裡 就過了一個直線 現在是9比10 陳阿琪繼續發球 看前線很漂亮 很到位 海曼的扣球 海曼的扣球 大球 這個球呢 扣了 中國隊是以為歐西 誰不知這個球是扣了 據他們的教練 史寧佳所說 海曼最弱的一番是扣球 但這兩球球真是不弱 雖然能夠救,但沒辦法有自己隊友幫助他 中國很久就拿回發球拳了 現在看到3號是格達 藍色衣服,3號是朗庭 原來是過網 封網的時候,落地時的腳是過了界 美國隊的發球,5號發美拉 張苗芳的扣殺 中國隊仍然有機會 第二次張苗芳,車線 很好 人仔細細,但扣球的力量很厲害 因為全身的力量都用在手上 現在是12比9 好 張苗芳,先拿回發球拳 好,紀錄台又響號了 1號 曹惠英入場 7號的陳昭蒂出場了 曹惠英也是解放軍來的 1號3號 這次的藍網,藍得好 剛剛進去的時候,一個人爛了 當然是兩個人爛了 單人爛網上也成功了,難能可貴 淑惠英把球拖起來,拖得很漂亮 再次給他打 這個斜線打得好 這個球雖然封到網 但被他用力扣殺 這個球去了自己的後場 追不及了 好了,美國隊換人 六號就回場了 六號貝加 他11月8號生日 他來到日本 他的甘蘭指揮周曉蘭到處找他 原來周曉蘭送了一個池公仔 給他做生日禮物 剛才一個飛身之後 地上濕了 兩隊的三號球員 都是獲選為今次最佳六名運動員 即是說朗平和格特 都是獲選為最佳六名運動員 四號周曉蘭開球 雖然近磨扣殺封到 但那球是封球出界的 打球是一號韋素夫 美國隊發球 現在場地又濕了 所以又要再擦一下 然後才繼續開球 現在是12比10 總部隊落後兩分 這個球是守得順了 已經集定馬了 暴到位了 很可惜那兩個手不得平 不平之下是打到鴛鴦手 而那球是出界的 張融方發球 張融方發球 這個球是第一傳傳的日 剛剛在網頂 立即一個扣殺 吃了叉燒 美國隊叫停 大家看到2號 美國隊2號 活死得 在2字下面 有一條紅畫 這個紅畫 表示它是隊長的意思 因為打排球來說 只是隊長 然後有權跟裁判 或者跟檢察員 說話或者上訴 就算是隊中的教練 或者是領隊 都沒有權 是跟球證 或者是跟檢察員 去提出抗議 或者是詢問的 其他球員是更加不行 故此為著 使得隊長有個適應起見 如果在前面的號碼 下面有一條橫間的 那個就是每一隊的隊長 大家也很容易認識得到 中國隊的發球 11比12 之後落後1分1 凱曼的扣殺封倒 仍然是凱曼 這個球是打到手出界了 美國隊先拿回發球條 三個人難忘都算厲害 凱曼除了得到今次 入選為最佳的六名球員之外 他亦獲得最佳的扣球 這球是十字名歸的 這個扣球獎 我相信一定是他 他都被譽為 專家譽為世界第一個扣球手 如果他不拿最佳扣球獎 不送誰去拿 即是等於 袁偉敏拿最佳教練獎 我教隊球出來都拿冠軍 應該是拿到冠軍的 就是最佳教練 最佳教練 他不應該拿到冠軍 好,場面進行比賽 朗平的扣殺 直線很漂亮 如果這個球打斜線的話 美國隊能封到 打直線 對方是漏空來直線給他 現在看到這個七號 就是凱曼 中國隊的法球 現在是十二平手 很緊張 七號的凱曼 在網前把球輕輕一放 中國其實是救不到的 這個隊的法球 十號就是星球手格連 托得很漂亮 這個球托得很漂亮 第一傳傳得不好 那球太厚了 他咬腰把球托回去 要咬腰的 托得好 而打得也好 中國的三號 朗平和美國的七號 凱曼三號 格特 這個球只要是高 他就如虎添翼了 低球是沒辦法打的 這個球往前化 很漂亮 現在是五號 法美拉 接著又換人 美國隊的九號 和達斯 就是看出二號的 活史德 我以為教練 會告訴隊長 一會兒入場 怎樣打 原來不是他 兩個人一起 都是對場外 喊出去 這個扣殺斜線很漂亮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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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號的格特 很有把握 現在是十三比十二 美國超前一分 法美拉的九殺 給四號的周曉蘭 一個人已經封到網 那些隊友說他 你真是好 一個人都封到對方 拍拍他的頭 好 表示加好 中國隊的快球 朗平 全全得好 這個封網封得好 可惜一封大力 就是出了界 封的時間封得好 但是手下碗的時候 不懂得把球壓下去 只是被對方打 反彈力很強 那球是彈得出界的 美國隊發球 現在是十三比十二 美國隊領持一分 後方 周曉蘭 不合步 這個球 是界內 十四比十二 美國穿白色 三比對子 贏了這一分 如果要贏的話 就可以將總數 打成二比二的局數 因為較早的三局球 裏面 穿藍色衣服的中國隊 是以十三比十五 和十五比十一 是二比一 暫時領前的 好漂亮 這個球很漂亮 這個球斜線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十一號的張龍芳 很少打直線 全部是扭身打斜線 使得對方的難忘 是沒那麼容易的 隊長孫正方的發球 第一傳 不是好 扣扣 也是被扣扣 這兩次被中國隊起到 好厲害 硬撥過去 這個球是硬撥過去 而美國隊 亦都不想到 他會這樣 把球撥過來 每個人呆一下子 那些球就落地了 中國隊拿回發球拳 張龍芳剛才的球 的確是打得很有腦 所以他們就拿回發球拳 十三、十四 這球是封到網 十四比十四 雙方是凋視一平分球 只要任何一方 連贏兩分 就會贏這個比賽 穿藍色衣服的中國隊 贏兩分 這場比賽完結 中國隊已經三比一 是贏到他的 如果穿白色衣服的美國隊 得到兩分 就雙方二比二 打成平手 還要打第五局的比賽 格格扣殺 很漂亮 雖然有中國隊的球員 封網 但仍然被他打斜線 中國隊的兩個球員 迫全部拿到直線 他就打斜線 好,換人了 二號的活史德 入了一場 而出號的 九號的和達斯 是出了 我覺得 美國隊三號的格扣 他扣球的威脅 比七號的海文更大 輕輕一放 很有腦 他除了強力打之外 還有腦 他一見到沒有辦法 打他 就只有張總統的球 輕輕一放 一個虛攻球 現在是十五比十四 美國隊是領前一分 大家傳傳不易 硬撈起 打得算是這樣的 偉素夫 好,十六比十四 第四局 穿白色衣服的美國隊 以十六比十四 贏局 雙方二比二 打成平手 經過四局比賽之後 中國和美國 現在打成二比二平手 比數分別就是十五比八 十三比十五 十五比十一 和十四比十六 打完第四局 在休息的時候 中國隊的教練 袁偉敏就對隊員說 他說要對自己有信心 要打得果斷 打得凶狠 同時 亦都要加強四號位的快速進攻 說完幾句之後 他走開了 等中國隊的隊員休息 他很放心 我們看看 美國隊的教練 對史凌家就不同了 他是長篇大論地 跟隊員講解的戰略 看來似乎 史凌家比隊員更緊張 好了 現在雙方準備出場了 今天在大阪體育館 也有很多華僑在參戰 他們不時傳出一些加油的聲音 大家如果留心聽一下 你就知道了 好了 第五局的賽事 就快開始了 中國隊是抽籤 抽到他們先開球 待會打到八分的時候 雙方就會換邊 繼續作戰的 因為在排球比賽裡面 如果要打五局 無論哪一方面 才打到八分 雙方都是要換場的 中國隊的快球 11號就是張榕芳 這個第一傳很不易 沒辦法過了去 硬撥 而被中國隊封到網 1比0 第五局中國隊是先拔頭籌的 海曼的扣殺 很漂亮 海曼的扣殺 海曼的扣殺很穩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斜線往往 是打到差不多戒邊 仍然有機會 朗平 好厲害 這個飛身夠起 海曼 因為遠望扣殺 沒甚麼力 美國隊的機會 後托很厲害 這個球很厲害 一後托 他兩個人撲過去 這個活史德 輕輕把球一放 2號的活史德 是隊中的老大姐 他曾經參加過七、八人粉標賽 海曼的扣殺 十會的陳賴庭 雖然封到網 但是被他打到中國隊的長矩 2比1 美國隊是一分領前 雖然步到位 但是反彈力太大 就是見到那個球 是用力太大 那個球是出了界的 中國隊先拿回法球拳 扣罪球很漂亮 收正牌 朗平 厲害 朗平 他打球是一場比一場好 我們可以看到 他第一場球對蘇聯的時候 他表現得很好突出 反而十一號的張榮芳 比他打得好 但是他一場比一場好 這場球裡面完全是靠他得分的 其實講到張榮芳 他這次甚麼個人獎都獲得不到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如果選舉 六名最佳運動員 他應該是有份的 不論他的難忘 他的扣殺和他的接球 都是很好 但是 因為往往這些賽會 很多時候 就是採取分豬肉製的形式 不能夠讓你中國隊的話 雖然拿冠軍 不能夠讓你三四個人 進入最佳六名之內 不多不少 每隊都要拿回一兩個 而我們看得到 蘇聯那個獲得最佳運動員獎 我覺得他是不值得的 因為蘇聯六個正選球 如果我沒有一個欣賞 就覺得打個稍微是好一點的 幸好賽會 就不要找阿武去做評選 那我就… 即是我也沒甚麼資格 好吧 好了 現在這隊球打了 現在是三比二 好 中國隊換人了 曹慧英是入場 而陳阿瓶是出去了 陳阿瓶是來東京比賽前 他就說他練習的時候手腕是受傷的 說起一些個人的獎項 今屆的世界盃 孫進芳個人獲得三項 包括最佳運動員獎 最佳六名的球員獎 以及最佳二傳獎 也就是托球獎 在上一屆 曹慧英獲得三項 今次輪到孫進芳獲得三項 孫進芳獲得三項 也是很值得給他的 而上一次曹慧英獲得三項 他是中國隊第五名 他獲得三項 今次他是第一名獲得三項 可能比起來 曹慧英上一次獲得三項 更難能可貴 我對教練袁偉敏 袁偉敏永遠都是這樣 他也不會緊張的 他也不會輸球 就會紮紮跳 贏球也不會像蓮子蓉一樣 都是這樣的 好了 這個修正球 遠網的扣殺 沒甚麼力 對方起到 也是修正球 格特 格特第二次的扣殺 這些完全沒有經驗 你明知道自己玩網球 是玩得好 為甚麼你不向上 大家封 寧願兩個球 在網前裡面 夾平和球 總比自己落網 是這樣 我相信 美國隊的教練 應該給多些網前球 訓練他們怎樣去救起網前球 才行 而香港隊 也是最大一個弱點 也是在網前球 尤其是女仔彈的網前球 很多時候一拿網 就可以差不多叫住 死了死了死了 這樣 好 機會在中國隊 第一傳 好漂亮 快攻 康套 快攻是周曉蘭的拿手好戲 好厲害 靠差進攻 很漂亮 雖然中國隊都有人保位 但是保位慢了一步 這個球很漂亮 因為遠無進攻 而後托 格特 三號 這個球很漂亮 直線 張元芳很厲害 他見到兩個人的手裡有手 立即在兩個人中間的球 打過去 周曉蘭快球 現在是4比3 中國隊是5前1分 這個球漂亮 像拔釘一樣 這個球高 配合得好 一個後靠差的進攻 只得一個人難防 終於麻煩 中國隊立刻給快攻球 由1號的曹慧英扣殺得手 拿回法球拳 大家全傳 5比3 張元芳不僅打得好 開球也很有威脅 曲綴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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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眨眼 就沒辦法把球打過去 大家全傳得好 掩護進攻 打去出界 好,美國隊喊停了 今次這個賽事 就在難忘的方面 雙方做得相當出色 中國隊成功難忘的 有26次 而直接得分的 就得到20分 而美國難忘成功 是16次 直接得分的 就有10分 至於扣球方面 美國隊的兩位扣球手 即是海曼和格特 格特扣球 比海曼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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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平今天的表現很好 他的扣球往往是成功的 曲綠球很漂亮 快球 一個往前的快壓 如果美國隊能夠 將快攻方面 多些配合的話 這隊球是很難打的 現在他們 因為他們的配合得不太好 是戰術 還是生疏不夠成熟 如果配合得好的話 是不太容易打贏的 因為有身材 所以很厲害 這個快攻 曹偉英一下來 就連打兩個快攻 中國隊的發球 現在是7比3 大家傳傳的 又是堅桌 打得漂亮 好東西 補位補得好 朗平 海曼起到 接著海曼 軟網扣殺 這些軟網扣殺 都這麼有威脅 很大力的 朗平 這個球 界內 8比3 美國隊以為是歐西 這個球是界內 支線員就定在這裡 8比3 雙方就換場了 換場之後 雙方要按照8比3的時候的站位 而站起來 不能夠站亂 一站亂的話 就會失分 或是喪失八球 由於這場比賽 美國隊是打得很賣力的關係 所以他們浪費的氣力也很多 令到他們跟著那場賽事 即是對蘇聯那場賽事 輸了3比0 所以變成對他們來說 亦都是中國隊可以說 害了他們都不頂 或者可以這樣說 因為美國隊輸3比0 當然是除了體力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樣就是經驗 他們的人比較年輕 平均年齡只有22.8歲 23歲都不夠 而且參加國際賽的經驗是少 除了這個7號的海曼 參加國際賽的次數比較多之外 其他很多是第一次參加國際賽的 經驗少的情況之下 能夠打順境波 不能夠打逆境波 一輸了一局之後 他軍心就會大量 我們的扣殺很漂亮 這個波 朗平的扣殺 全部的力量都用上 你看又是摺腰 用手腕把波壓下去 現在仍然是8比3 剛剛朗平拿著波 球證有拳警告他 現在新的排球比賽 是使得賽事緊湊起見 是用幾個球的 如果任何的球是塞了 在你前面 你只要把那個球 向場邊一滾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把球拿著來給別人 如果你拖完時間的話 球證有權 是去警告你 以前打排球 暫停又沒有了 換人又沒有了 只要球在自己長球的時候 慢慢滾過去 左營時間去側對方 這招現在就沒有了 好了 3比8 美國隊的發球 打排球 打排球 可惜大家扣殺 這個球是東郭隊能夠上升 朗平雖然強力扣殺 但給對方是風網成功的 因為兩個人是走過了 這個球 有一件是朗平 立刻二位 一號 韋素夫立刻二位過來參加風網 現在是4比8 日本隊的防守 美國隊的防守比較弱 五股市這些球是沒力的 扣殺最怕的就是近網 這些就是中國留日學生會 他特地帶橫額來拱場 這個完全是活死得 他夠機警 現在看到對方難忘了 把球打在對方的手上出界 活死得的快球 曲綴球很漂亮 第一傳全都麻煩地 將融方虛攻 後托 咬腰 這個球是出界的 已經咬腰打了 他上得太快了 第一傳全都硬托起 可以好東西 那球只要高就有辦法了 將融方的扣殺對方封到 叉燒 扣起 達特 這個球出界 達特就說中國隊的球員 就瘋狂打到手 球證就說沒事 而施線圓要舉高之旗 施線圓之旺旗 舉高 證明是出界 指地 證明就是這個球是在場區好球 美國隊叫停 在場地 美國隊的賽事 打到現在 就是9比4 中國隊是領先5分 那麼多 那麼在今天這場賽事入面 美國隊全場扣球 總共扣了成300次那麼多 而中國隊扣球 只有279次 是少於美國隊的 而在第一傳方面 中國今天就相當不錯了 因為美國的發球 可能沒有那麼有威脅 所以中國第一傳的到位率 是有百分之65.8的 現在繼續開球 6號 孫進芳 靠叉進攻中的隊 封到 張融方的扣殺很漂亮 對方只得一個人難忘 這個球是被他打過去的 中國隊的發球 中國隊的發球 網前發球 起到 一個人封兩個 機會 那就說 11號的張融方 封網的時候是過界的 那隻腳可以踩界 但不能夠過對方 如果你前掌過對方 後端離地都算過界 整個打下去就不算 張融方 將攻贖罪 一看到對方封網裡面 有個空位 立即在兩個人手中 把球打過去 周曉蘭 大家傳傳得很漂亮 往前描 好東西 這些球是適合的 1號韋素夫的口味 一托起他人又高 剛剛跳去的時間 好 換人 6號貝加又入場了 5貝加今年21歲 身高1公尺83 他是學生 發給他 對方雖然封網 但這個球在落點的時候 是沒有人去拿 中國隊的快球 張融方 第一傳傳得好 網前扣殺 很漂亮 如果第一傳傳得好的話 美國隊真的會打死人 他第一傳傳到位 他可以把球分配到快攻球或者是長球 當然這個球很可惜 拿回發球拳之下這個球是出界的 發球出界是六號的貝加 這個貝加是領取路芙貝加的女兒 海曼的扣殺 這個球封了網 不少的球在中國準備落地 好 看看是甚麼事 好 換人 九號的和達斯入場 二號的活史德出去了 這個和達斯今年22歲 這個球一撥完之後他不理 如果這個球撥完之後 孫晉芳回身有機會拿回 他以為這個球會出界 怎料自己的隊友補位都補不行 海曼 這個球撥得很漂亮 後拖 後拖技術比前拖高很多 這個球 朗平第二次扣殺是得手 一個平球 只得一分難忘 雖然有兩個 但是中間有風光 中國隊的發球 一號是曹慧英 這個直線是起到好東西 往前發眼 美國隊換人 美國隊的機會 格特 朗平 很好 不過朗平今天的扣殺也很有威脅 並不讓對方的七號可排 三號的格特是專利的 這場球 只看著這三個球員的扣殺 已經是直回跳架了 美國隊換人 10號的格連 是入場 這個星投手來的格連 現在是5比11 美國隊落後6分 第五局的比賽 這個球 很厲害 看到路 美國隊的機會 一定是長球 格特 這個球 10球有9球 是給他的 因為吃虎人物 現在是6比11 美國隊的發球 第一傳傳得很漂亮 朗平 升起 格特 勢力一放 起到 朗平 格特 這個球 足夠的 因為他要移位 如果是 責任 身位向著他 就有機會起到 是旁邊移位的關係 是起不到那個球 朗平 拿回發球拳 朗平在這場球 也算辛苦 他在上一場球 對日本也打得很辛苦 中國隊換人 9號的朱寧 是入替6號的孫進方 朱寧 今年是24歲 一下來 很可惜這個球 是浪王的 3號的朗平 發球失誤 美國隊現在是6比11號 6號 這個球很漂亮 托起 勢力一放 好 一個平球之下 張榮芳的扣殺 張榮芳打球是很挑戰的 當然有時候 如果對方太高 是沒辦法 發球 這個球 在美國的長區 是落地 1號 3號 1號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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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進方 發球 一個曲綴 第一傳傳得很漂亮 托起 可惜 1號的韋素夫 上得頑皮 咬腰打 現在是13比6 中國隊只贏這兩分 就可以贏這場比賽 這個球呢 14比6 看甚麼事 紀錄台又響安 中國隊加油 還有帶橫牙 是中國留學生的 中國留學生的 床邊的日本觀眾 亦很有整齊地說些日本話 我聽不到 這個球隊很厲害 一打之後 開車線了 15 中國隊贏了 第五局的比賽 中國隊呢 在兩個半鐘頭的苦戰之下 終於呢 憑他的經驗豐富 還有呢 意志的韌力 以3比2 是贏了這場球的 但是中國隊呢 在這場球之中呢 還未是完全發揮了 隊中最大的威力 很多時候呢 對著美國的攻擊 是不能夠適應 而將他的攻擊瓦解 贏得可以 當然是贏得辛苦 美國隊今天雖然是輸球 但是呢 幾句在南京邀請賽的時候呢 有顯著的忠告 如果將快攻的戰術 加以斷練 配合強而有力的扣殺呢 一兩年之內呢 將會成為一支 數一數二的世界球隊 不過呢 防守和第一傳呢 仍然是美國隊最弱的一環 好了 這次第三屆世界杯排球錦標賽 女子組的賽事呢 現在已經全部打完了 結果就是 中國隊冠軍 日本亞軍 蘇聯貴軍 美國第四 南韓第五 古巴第六 保加利亞第七 巴西第八 而昨天中國對日本的爭霸戰呢 由於我們播出之後 接到很多聽眾的電話 希望我們能夠重播 全部的比賽過程 所以我們特別安排 中國對日本這場賽事 在接下來的星期日 下午兩點 翡翠大汗頭的時間重播 同時世界杯排球賽 男子組的賽事 過幾天就開始了 我們也會陸續為各位觀眾 獨家轉播 這個星期六晚 我們首先會播出 男子組中國對蘇聯的賽事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再會 搭得更多的 跟陣租角面 般開放 聽手 搭得更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